我的社友出了名的颠簸 我好心帮他搬行李 他去质问我是不是想偷东西 他偷用我的防晒霜 还嘲讽我用便宜货 晚晚 你孩子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快两只防晒你用了 不怕烂脸吗 后来他爱上军训教官 求爱被剧后 恼羞成怒 发帖造谣 我和教官有一腿 我在给自己围权的路上 出了车祸 不治身亡 再睁眼 我回到刚和他认识的第一天 滚开 别打你的脏手碰我的东西 我箱子里装的 可都是一些大牌化妆品 和最新款电脑 你是不是想趁机把他们偷了 宋连尖锐的声音 穿入我的耳朵 此时他正站在我前面 一脸怀疑地看着我 手背上传来的疼痛告诉我 我重新回到了大学报道的第一天 不会吧 这女生长得文文静静的 看着不像会偷东西的人啊 你懂什么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上一件那个学长事 你忘了 本来在各自忙着搬东西的路人健壮 纷纷停下来 用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梳着耳朵准备听八卦 大学报道这一天 我刚好排在宋连后面报名 听到他和我分到了同一个宿舍 看着推着两个大密码箱 背上还背着个大双肩包 热得满头是汗的宋连 我动了侧影之心 准备帮他把东西一起拿到宿舍 上一世也是如同今天一般的场景 我的颠颇摄友拒绝了我的帮忙 不仅把我骂了一通 更是迅速拍下我的照片 发到表白墙 只责我要借着给他搬行李的机会 偷他密码箱里的贵重物品 舆论发酵得很快 我好心帮忙 却变成了要偷东西的小人 回到宿舍后 我逼着他和我道歉 发澄清贴 可他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声对不起 对发澄清贴的是死不松口 我在逼他 他哭哭啼啼地 当着其他摄友的面说他要是发了 那让别人怎么看他 我看着他哭得要断气的样子 一时心软没追究 尽管这是后面被更大的舆论掩盖 可还是偶尔有人对我支持点点 设友更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提防着我 重来一时 我不想再忍让退缩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我们分在一个宿舍 我好心想帮你忙 你不领情就算了 为什么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我们学院物理实验楼都是我家捐见的 你觉得我缺你这点破东西 周围的人依旧指指点点 只不过现在被指点的对象变成了他 宋连瞪大眼睛 满脸的不可置信 毕竟我长得文文静静 看着很像胆小懦弱好欺负的女生 前世的委屈涌上心头 我率先掏出手机对着他录像 被害妄想症晚期患者 好心要给他帮忙 还给他帮出被害错觉来了 大家以后见到他 记得离他远一点 免得不知道又被安上什么罪名 宋连捂着脸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灰溜溜的自己低头拖着行李走了 我空着手回到宿舍 躺在保姆提前帮我铺好的床上刷手机 一集二十分钟的动漫都看完了 宋连才拖着他那两个大行李箱进门 九月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 宋连自己一个人 顶着大太阳 将两个大行李箱拖回宿舍 热得满头大汗 汗湿掉的头发一缕一缕贴在脸上 像急了刚从外地逃荒回来的人 他看到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瞪了我一眼后 将自己的行李箱一脚踹翻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反正踹的不是我的东西 坏了也不用我心疼 然而我不找事 是偏偏要来找我 将行李箱踹翻后的宋连才反应过来 连忙把箱子扶正后打开 但里面的水乳精华这些已经碎了 恰好两个社友推门进来 宋连眼睛一转 眼底瞬间充满眼泪 热心肠的傻他姐王梦一看 宋连这样子 连忙把他扶起来 咋逼了你这是 哭什么 宋连委屈巴巴地看向我 又看向地上那堆碎了的护肤品 一句话没说 但却仿佛说了千言万语 我吃笑出声 东西是你自己踢翻的 我可好好的在床上躺着 一直没下去 你别又想碰死我 宋连小声地多闹了一句 还不是因为你我才提的 是吗 那你要不要告诉他们 为什么是因为我 宋连憋屈地闭了嘴 今天早上谢谢你们关心我 我请大家喝奶茶 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相处 宋连把奶茶和买的小零食 依次放在社友的桌子上 唯独掠过了我的 我原本是约了朋友 打算出去吃饭 这回是回来拿落下的手机的 早上在报道处 余桑婉没经过我的东西 就抢我行李箱 给我吓了一跳 还以为自己遇到抢劫犯了 我高三时压力太大 得了轻度抑郁 医生建议我要生活在 积极向上的乐观环境里 可我一开学就得罪了余桑婉 听说我们学校物理实验楼 都是他家捐赠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报复我 要是他真的记恨上我了 希望你们能帮我说几句话 让我能顺利读完这四年 宋连的茶言茶语 听得我直皱眉 直接推门而入 没想到他看到我 立马换了副嘴脸 晚晚 我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 没有买你的粪 要不你喝我这杯吧 我还没开呢 我推开递过来的奶茶宋连 我不想让你太难堪 不代表我是好欺负的傻子 你只说了你得罪了我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们 我好心要帮你把东西拿到宿舍 你反而怪我是小偷要偷你东西 先是罢我是小偷 用污蔑我弄坏你的东西 现在又在摄影面前给我上眼药 真是装的一壶好茶 果然人不要脸就能天下无敌 你教教我 是怎么把脸皮练得这么厚的呗 宋连的眼泪说来就来 那珠子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比穷妖剧的女主都会哭 呜呜呜 我不就没有点你的那份奶茶吗 麻烦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出去了还会回来 不是故意不点你的份的 宋连眼泪汪汪的看着另外两名摄友 看着委屈极了 两位摄友对视一眼 像是对上某种暗号 立马找借口顿走了 两位摄友一走 宋连的眼泪立马就停了 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电脸的速度让我叹为观止 急着去找朋友 我并没有多和他计较 拿上手机就走了 开学一个月 我拎个朋友送过来的小蛋糕 刚到宿舍门口就听到了吵架声 宋连 我说了多少遍了 这是我专门买的那衣灶 让你不要用你的鞋刷去蹭它 萌萌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 感觉整个人都快炸了 我推开门 刚好看到宋连几出眼泪 对不起 萌萌 我想了我们都是一个宿舍的 你不会小气到 连块肥皂都不让我用 我明天就买块新的陪你 呸呸呸 这个月你都说了多少次了 你给我买过新的吗 我还专门买了盒子贴了字 你是瞎了 没看到上面写的那衣灶三个字吗 我把小蛋糕放在桌子上 又将王蒙按在凳子上坐着 抽出他手里的手机 别光说不做 你这个月一共用脏了王蒙的十块那衣灶 算你一块十块钱 一百块 转钱吧 宋连看着我跳出来的收款页面 脸一阵轻一阵白 快付钱啊大小姐 还愣着干什么 你该不会又想赖账吧 宋连还想蒙混过关 我扬着手做事要抽他 在我的武力压迫下 他憋屈地拿出来自己的手机扫码付款 付完钱后他破房了 伤心地爬到自己床上嚎啕大哭 神奇的是 那天撕破脸之后 宋连又厚着脸皮跑来和我们一起做小组作业 大学的小组作业 基本都是以宿舍为单位划分的 上一世为了宿舍的安定 我们三个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任由宋连找各种理由偷懒 作业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熬夜做的 加分却连宋连也有份 这一世提前撕破脸 我和王蒙果断在分组前找到学伟 让他把班上另一个和其他专业混住的女生 分到我们组 把宋连踢出去 宋连转了一圈都没有人愿意收留 最后还是学伟憋屈地收留他 我正和朋友愉快地在雪王店里喝柠檬水聊八卦 突然在校园墙上发现了一条匿名贴 帖子标题取得很炸裂 大衣帽美女新生 富白帽美大长腿 有第一手资源 要得素来 帖子里贴着几张照片 照片里都是同一个女生 尺度最大的一张是在公共浴室 女生的整个后背都是露出来的 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看着略微有些熟悉背影 我的心里一个咯噔 忽然电话铃声响起 是王蒙打来的电话 王你快回来吧 不知道是谁偷拍了思琴洗澡换衣服的照片 发到校园墙上 评论区里说什么的都有 思琴刷到了帖子 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 现在哭着喊着说要自杀呢 李思琴是我们的另一个摄友 身高1米73 标准的模特身材 可与她预解身材极不相符的 是她软萌内向的性格 突然遭受这样的非议 搞不好她还真的会钻牛角尖去自杀 我按探一声 和朋友说了声抱歉之后 飞快地跑回宿舍 才刚到宿舍门口 就听见里面乱成一团的声音 其中送帘的声音最为明显 思琴 不是我说你 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尊自爱 你为什么要给人拍整个照片 现在还被传到网上 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你是外围女 给钱就能睡 还有人把你的专业和名字都扒出来了 我们女孩子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思琴 你还是快去联系帖主 求她快点把帖子下架吧 我没有 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的李思琴 朝着宋莲怒吼 这些照片一看就是别人偷拍的 你是我的摄友 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 我推文进来时 李思琴双眼通红 直勾勾地盯着宋莲你告诉我 为什么同样身为女孩子的你 非但没有站在我这边 反而还跟网上那些人一样 恶意揣测中伤我 宋莲吃笑出声我恶意揣测 要不是你自己不要连给人家发这种私密照 怎么会被人发出来 怎么 你有胆子发还没胆子承认 我走到宋莲面前 把李思琴拉到身后护着 然后干脆利落点甩了宋莲一巴掌 够了 你还嫌琴琴受到刺激不够多吗 好歹在同一个宿舍一起住了这么久 你能不能闭嘴 宋莲尖叫一声 猛地扑过来想要还手 余桑晚 你居然敢打我 我将他扬过来的手前住 猛地发力一推 宋莲退后两步 直接跌坐在床上 你给我闭嘴 要是还想添乱 我不介意再给你来一巴掌 我将李思琴塞给王蒙 把最不擅长的安慰人活交给他 自己再拿出手机 打算再看看帖子找下证据 带颜色的帖子流量生的飞快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帖子就被顶到了最上面 评论区里的言论更是不堪入目 帖主拍拍腿啊 这双腿不拍出来可惜了 骚货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女的我认识 物理学院的 五百块一次我约过 果然是出来卖的 光看个背影就很骚 有最新视频资源 要得加我 李思琴啊 我早就看出来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不知道 平时她在寝室 就天天穿着小吊带走来走去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看到这帖子里 夸她身材好的人这么多 她心里准定多得意呢 宋莲也在看手机 还时不时抬头 准备和李思琴说什么 闭嘴 我喝住了她到嘴边的话 李宋莲仗红着脸 指着我半天不敢说话 你什么你 甚至还想吃巴掌 宋莲被我气得要死 又不敢打我 干脆转身走了 乱糟糟的宿舍 终于安静下来 晚晚李思琴吸了吸鼻子 双眼通红的看着我和王蒙 我该怎么办啊 发生这么丢人的事 我还不如死了算 话还没说完 就被王蒙熬的一声扑在床上 死什么死 要死也是造你摇那个去死 我看十有八九 就是有人嫉妒你才会这样 这说明你优秀 你怕什么 可恶 你给我振作起来 我们一起把背后那个人抓出来 李思琴费了好大的劲 才从王蒙手里逃脱出来 晚晚 你们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王蒙的头点得如小鸡灼米一般 生怕慢一点 李思琴就不相信自己 我和王蒙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将李思琴从悲伤的情绪中拉出来 笑闹一通 李思琴的情绪又低落下来 晚晚 我该怎么办啊 要是让我爸妈知道 他们非打死我不可 我握住他的手 一脸正色勤勤 我们报警吧 我们不能陷入自证陷阱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警察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刚才查过了 网上有过这样的案例 造谣者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 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们不能就这么让他逍遥法外 李思琴答应了 不一会儿 警察来到了学校 辅导员来到宿舍 看见一屋子的人和警察 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举过去 他看着被我们围在中间的李思琴 也猜到了是我们报的警 李思琴 我不是答应你会联系发帖子的同学 让他给你的说法 你为什么还要报警 是不是不想在学校待下去了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非要学那些不正经的人 干这么不要脸的事 你的裸照都被人传到网上了 你怎么还有脸报警 辅导员言辞之中 全是对李思琴的责问和厌烦 然后是知道他一直厌女 我也被恶心到了 我刚想反驳 却被李思琴按住 一向胆小的他这次选择正面钢 我尊敬你 叫你一声老师 可你做到为人师表该做的事了吗 你令我才是受害者 你凭什么把罪名按在我的头上 是因为你认识那个造谣我的人吗 就在警察来的前一分钟 我还收到了造谣者的威胁短信 告诉我要是不给他一万块钱 就要把我的照片发在网上 他都有脸威胁我 我作为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报警 就因为那个所谓的真操观念吗 李思琴的质问让辅导员哑口无言 警察听到还有敲诈这回事 脸上的神情更加严肃了 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了敲诈勒索 情节比较恶劣 他们一定会尽快解决 在警察的调查下 发帖造谣的人很快就被抓到了 是个大我们一届的学长 他承认了发帖的事实 却半口不提照片的来源 一直说是自己剪刀的手机里自带的 警察查过那个手机 是个二手的便宜机 而且手机已经恢复过出厂设置 除了那些新拍的照片什么都没有 学长被拘留三个月 学籍也被学校开除 事情到这终于告了段落 时间很快来到了大二 军训期间 每天都是太阳暴晒 我吃了上一任学姐的强烈安利 在PC系上下单一款 据他所说性价比极高的防晒 拿到手发现 果然如学姐所说 不仅便宜 防晒效果还超级好 我将另一只送给王蒙和李思琴试用 用了一天之后 他们和我一样吃下了安利 只有宋连 在知道我们在PC系上买防晒之后 吃笑到晚晚 你好歹也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怎么连个贵点的防晒都舍不得买 快两只还包邮的防晒 你用我不怕烂脸吗 还不如像我一样 什么都不用 就当是磨练自己的意志了 我白了他一眼 你黑成这样 当然不介意再黑一点 不像我们 得保护好自己娇嫩的脸 宋连气得咬牙 把气洒在另外两位摄友身上 你们就天天听他的吧 到时候烂脸了 你们可别来和我哭 忙忙和人李思琴对视一眼 谁也没搭枪 宋连一连碰了几个钉子 气得爬到床上框框垂墙 军训第五天 我们连队换了一位新教官 宋连对新教官一见钟情 每天找理由往教官身边凑 可教官没理过他 反而似乎对我另眼相看 这天 教官又让我单独留下 说有事要问我 同学们发出起哄的声音 但都被教官劝走了 哥 你又要干嘛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要成功敌了 你没看到刚刚有几个女生的表情 恨不得用眼刀子把我戳死 对面的人伸手弹了我跟脑瓜崩 要不是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这么长时间不回家看我们 我用得着来着天天堵独立吗 我捂住发红的额头哼哼 谁让你上次休假非要跑云省的 见不到我还怪我咯 对面投了一个哀怨的眼神 那怪我咯 拉非要跑云省去买房子 说是要体验上山采君子的快乐 我除了陪着他去还能怎么办 我满头黑线 这确实是妈妈能干出来的事 爸什么时候能把妈哄好啊 我们都小半年 没有全家一起吃过饭了 不知道 走吧 带你出去吃饭 我跟肉搁上了他的车 吃完饭又狠狠地敲了他一笔之后 我拎着购物袋开心地回了宿舍 哇 然后你家老头又吐金币了 居然买这么多东西 你什么时候包养我和思琴 王蒙的一脸富婆求包养的表情 成功报到逗笑了 我翻出给他们买的礼物 今天的消费有某个冤大头买单 快收下 这是我特意给你们选的 两人开心地冲过来抱我 围着我又叫又跳 然而 在我们没注意的角落 有双眼睛一直狠狠地盯着我 楼下 一堆人在站着看热闹 我迎着风站在楼顶 另一个当事人主角宋连 此时正站在我对面 满脸都是眼泪 哭得好不伤心 于桑婉 我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 我死了 你就是凶手 教官 同学的视线全部在我们身上 见宋连要自杀 纷纷开口劝我不要得理不聊人 尤其是宋连的一号舔狗 更是用要杀人的眼光看着我 于桑婉 大家都是同学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你就非得把宋连逼死不可吗 导员看向我的目光 也充满了不满于桑婉同学 宋连同学已经和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这件事就是个误会 你非得把宋连同学逼得自杀 你就高兴了吗 宋连上下嘴皮一碰 就造谣我和我哥有一腿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劝他不要这么做呢 被造谣这段时间 我哥被停止 原本的晋升机会也没了 我不管去到哪 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 任人观赏 评论 他给我们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凭什么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 就想把事情接过去 而且他要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就应该公开和我道歉 帮我澄清造谣 可他没有 反而还当着我的面闹自杀 企图再次用舆论让我妥协 见大家都站在他那边 宋连冲我调起一抹得意的笑 我也笑了 不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当我不会还是咋地 我将自己的头发揉得乱七八糟 冲到宋连旁边 死死地抓住他的手 一起往边缘走 宋连被我的举动吓得大声尖叫 余桑婉 你干嘛 快放开我 我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你不是想死吗 正好我也没脸见人了 我们一起死吧 放心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上路的 宋连脸色惨白 惊慌的大声叫骂 你这疯子 谁要跟你一起死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我不想死 几分钟后 宋连甚至害怕的尿失禁 地上一大滩水 又骚又臭 我嫌弃地将他丢在地上 楼下看热闹 和冲到上面准备救援的人都傻眼了 辅导员见我来真的 吓得脸色发白欲丧晚 你别乱来 你不是想让宋连公开和你道歉吗 我替他答应你 还有处分的是 我一定帮你上报学校 听到这话的宋连抬头 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露出一个害怕的表情 老师你看他 他很不服气的样子 我害怕他后面还会针对我 还是两一起死了算了 说着又把宋连拽起来 一直扯到了顶边缘为止 辅导员差点跪下来 朝着宋连怒吼 你还不快跟余桑婉同学道歉 难道真的想死在这里吗 宋连听到辅导员的话立马回神 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他 我放过你 那谁来放过我 谁来放过我哥 你不是想死吗 现在有我陪着你 你怕什么 宋连疯狂摇头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得这么严重 我只是嫉妒你 凭什么他对我爱搭不理 对你却这么好 接你出去吃饭 还给你买那么多东西 我只是被嫉妒蒙蔽了双眼 才做了错事 对不起 你就原谅我吧 我和你公开道歉 给你哥的单位写证明 我真的不想死求求你放过我吧 见到宋连这个样子 我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想让我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 那你告诉我 之前事情被造黄谣 那些照片是谁拍的 宋连见我突然转移话题 愣了一瞬后 将着脸说到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当初造谣的学长 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不说是吧 那就一起死吧 我拖着他继续走 我说我说 宋连瘫坐在地上 脸上全是鼻涕和眼泪 照片是我拍的 我和学长是老乡 那天我们出去吃饭 他看上李思琴了 那我给他拍几张李思琴的照片 说尺度越大 他给我的钱越多 我一时才迷心窍 就答应他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发疯 把那些照片发到网上 明明他答应过 我只给自己看的 听到这 本来就站在辅导员旁边 跟着劝我们的李思琴 再也忍受不住 跑过来狠狠地摔了宋连一个巴掌 打了之后还不解气 往另一边又打了一巴掌 我没得罪过你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左一巴掌右一巴掌 宋连被李思琴打得说不出话 见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转移 消防人员迅速冲过来 将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 我乖乖跟着消防员和辅导员下楼 等我们下到一楼空地 警察已经到了 见到警察朝他走过来 本来还在庆幸自己 劫后余生的宋连慌了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目光祈求 我们都被带到警局 很快 我和宋连的家长赶到警局 宋连的妈妈一进来 二话没说 就先把宋连骂了一顿 宋连的妈妈看着她的眼神 犹如看你一袋垃圾 语气里都是 嫌弃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了 在学校就给我好好学习 不要惹是生非 给我添麻烦 我为了你一天打三份工 你就是正报答我的 要我看你干脆别毒了 回家我拖人给你掌门亲事 早点嫁出去 我还能拿笔彩礼 到时候给你递买套房留账 现在给我跪下来道歉 人家什么时候原谅 你你什么时候再起来 说完猛的一脚踢在宋连腿上 宋连膝盖一弯 喷的一声跪在地上 宋连妈妈一边打她 一边用余光观察我和思琴的反应 见我们无动于衷 他的打骂声更大了 好在没几分钟 听到动静的警察 就制止了他的行为 简单的做了笔录之后 爸爸将我和李思琴送回学校 临走前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这是他在无声地告诉我 让我别害怕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有他在 回到宿舍 李思琴终于忍不住笑出声 先回宿舍等我们的王蒙 也打开了小龙虾外卖 还顺手开了两罐啤酒 还是完完有办法 这一炸就把宋连炸出来了 是啊 不过完完你的眼睛还真不错 当时我还以为 你是真的要拉着宋连一起死 我将包好的价人放进嘴里 开心的眯起了眼睛 没错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个局 从刷到熟悉的帖子 我就知道肯定是宋连发的 也在第一时间联系爸妈 让他们去给哥哥出证明 虽然表面上哥哥受到了处罚 但实际是组织将计就计 将他踢出来送到其他项目 今天自杀这一出也是我故意的 从一我就知道 宋连在被我揭穿后 肯定不会愿意和我公开道歉 而是利用舆论逼我妥协 事情果然如我所想的那般 宋连爬上了楼顶 楼下看热闹的同学 也是王蒙和李思琴弄来的 人类的本质都是茶 一个比一个爱吃瓜 都不用他们多做什么 只要在人群里喊一句 有人要跳楼 然后往这边跑 自然会有人跟在后面 跑过来看热闹 晚晚 你是怎么知道 那些照片是宋连拍的 我猜的 有一张你的背影图 仔细看能看出来是在宿舍拍的 不是我也不是王蒙 更不可能是你自己拍的 那就只可能是宋连 不过我没想到 那个学长居然没把宋连供出来 才让宋连逍遥法外这么久 肯定也是因为上次侥幸逃过一劫 所以这次又想顾忌重施 李思琴哈哈大笑 可他千算万算 没算到你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就把他拉楼顶了 笑了一会 李思琴又一脸正色的看着我 他妈妈今天这么对他 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你会像在楼顶说的那样原谅他吗 你会吗 我反问回去 李思琴坚定的摇头 我和他痛悲 一脸笑意的看着他我也是 要不是我们内心强大 光这些流言蜚语 就能把我们压死 他实打实的给我造成了伤害 我为什么要原谅他 就因为他可怜吗 我们班上身是比他复杂 家境比他家差的 也不是一个两个 有谁像他一样恶毒了 要是没有上一世的遭遇 今天看到这样的宋连 我可能真的会动侧 以致心放过他一马 可有了上一世的经历 我的内心已经犹如在 大润发杀了十年鱼那样冰冷 宋连只是受到了 他该受的处罚 可我上辈子 是实打实丢了一条命 一句对不起一顿打 就想让我原谅他 那不可能 我不下死手整他 都已经算是我善良了 后来宋连因为造谣 和传播他人隐私的罪名 被判一年零三个月 并处罚金两万 由于情况过于恶劣 学籍也被学校开除了 出狱后 他妈把火速给他找了 带孩子的二婚男 逼着他嫁人 他在柴米油盐里 吃他吃不完的苦 我们在学校迎接美好的明天